警告習近平不要挑起戰火 美年底公開重磅報告 美情報官員說 最高級別恐怖主義正威脅美國 鐵頭微博總部維權 隔岸朝鮮金家祖墳備料 全網轟動 加國比50歲亞裔大縮發旅遊籤、轉學籤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8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繼美國《月刊華盛頓時報》 6月9日報導的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 今年5月向眾議院發布的一份 《關於中國最高層腐敗和隱匿財產的報告》中 揭露了中共黨魁習近平一家隱匿的財產 超出了7億美元之後 據報導 國防情報局將在今年底之前 公開此前沒有通過媒體公佈的內容 美國此舉似乎有意警告習近平 對台灣和南海的霸權行為 6月16日 美國媒體報導 2023年4月 同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內因會午時表示 美國試圖又使中共攻打台灣 但它不會上歐 外界認為 習近平應該是真的怕了 據悉 2022年底 美國國會通過的《2023年國防授權法》規定 國防情報局 本應在2023年底前 和國務院一起提交中共最高層致富和腐敗行為的公開報告 但國防情報告沒有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報告 所以將在今年年底之前公開 報導說 在這種情況下 CRS首先以公開的內容為中心整理 並發放了該報告 習近平在烏克蘭戰爭中偏袒俄羅斯 加強對南海和台海的攻勢 和美國處處對立 有分析認為 這份報告似乎是想出手牽制習近平 對台灣和南海的示意妄為 和一以孤行的警告 CRS報告的核心內容是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最高層 在家人和親戚的名下 藏匿了通過受賄等獲取的數億美元財產 據CRS清統計顯示 習近平在執政前 擁有包括此後曝光的財產在內的 共710720萬美元的隱匿財產 據說習近平一家隱匿的財產 大部分在習近平的姐姐齊嬌嬌、姐夫鄧家貴、 齊嬌嬌和前夫所生的女兒 張艷南等人的名下 據說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女兒 習明澤也擁有財產 這份有關中國最高層腐敗的報告的時刻 是去年12月 美國總統拜登也簽署了這項法案 據CRS統計 習近平執政12年期間 以涉嫌腐敗縮清了黨中央委員以上的266名高層 其中包括他親自提拔的前國防部長李尚富 前外交部長秦剛等 如果美國情報當局案計劃 在今年年底公開報告書 習近平可能會面臨尷尬的局面 台灣自由時報在報導CRS報告的消息時說 有網民說 習近平家族的隱匿財產只有7億美元嗎? 據《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報導 習近平在2023年4月 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內恩會誤時表示 美國試圖又使中共攻打台灣 但他不會上歐 白宮國家安全溝通顧問科比 6月17日在歷行記者會上 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強調 這絕對不是事實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在同一天的歷行記者會上 也否認了習近平的說法 表示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 美國繼續敦促台海兩岸保持和平和穩定 近日 新入美國印太司令 針對中共重新的地獄景觀構想 即將舉行的環太平洋軍演 還將一艘3.89萬噸的美軍退役兩棲攻擊艦 作為擊沉演習的靶船 這些都在對中南海發出威懾 以嚇了中共可能對台灣的冒險行動 一旦開戰 聯軍的首要任務 是殲滅中共的登陸艦隊和護衛艦隊 也很可能一舉摧毀中共整個海軍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 一些中國學者和退役軍官也認為 華盛頓正在試圖通過向台灣提供武器 和推行其他措施來刺激中共進行軍事對抗 今年1月 中共前駐華盛頓大使崔天海 在亞洲協會發言時說 中國不會跌入別人為我們準備的陷阱 時事評論作家長平認為 中共所謂的美國陷阱 往世的港 可能是有使中共陷入戰爭泥沼 中斷了東升西降的歷史進程 美國可以穩助世界大佬的交易 往大些港 就和當年搞跨蘇共一樣 美國可以一鼓作氣摧毀中共政權 再次終結冷戰 令民主潮流浩浩蕩蕩 奔向人類的光明未來 長平認為 簡如中共當局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實行普選民主統一台灣 第二,繼續一黨專政,台灣獨立 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做出第二種選擇 這是因為,專制者並不都是外界想像的這麼瘋狂 他們在做出決定時 因為事關自己而非人民的生家性命 往往被人們猜想的更加謹慎 我稱之為專制理性 如果說有什麼可以相信習近平的話 那就是他和中共統治集團的專制理性 在台灣問題上 這種專制理性並不真正在乎民族大業和領土神聖 專制者念知在知的事情 從來都是權位的得失 6月17日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曼克特納表示 美國目前面臨的恐怖襲擊的可能性非常高 已經啟動最高級別境界 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採訪時 特納介紹 最近美國逮捕了與ISIS恐怖組織有關的人 特納說 這些報告與我們所看到的情況很重要 尤其是結合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的公開聲明 我們正面臨潛在恐怖主義威脅的最高級別 政府的政策與美國人的安全絕對直接相關 他還說 在過去6個月 聯邦調查局局長多次在國會發表公開言論 強調恐怖威脅嚴重 說明這些威脅不再是推測、不再是假設 特納說 我們的政府官員已經站出來 我們的委員會和委員會成員 已經就我們所看到的情報達成了一致意見 由於政府允許非法移民未經審查就越境 美國境內出現了恐怖分子 對美國人構成了威脅 近日有報導說 美國未據名官員透露 至少有8名涉嫌與ISIS有關的塔吉克斯坦人 在紐約和洛杉基等幾個大城市被捕 同時,6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土耳宣布 將對3名與ISIS有關 並為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提供便利網絡的人實施制裁 6月12日,參議員林塞·格雷厄姆 向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 和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內爾發送一封信 要求向所有參議員提供有關ISIS威脅的機密簡報 格雷厄姆在X上寫道 自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隨著邊境安全鬆懈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擔心我們的國土遭到襲擊 兩天前,他在社交媒體上還說 他兩年多來一直在發出警報 警告美國,目前面臨著類似911的恐怖襲擊威脅 本月早些時候,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向參議院委員會表示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後 目前,美國面臨的外國恐怖分子威脅 上升到了一個新的級別 他說,回顧我的執法生涯中 我好難想像,我們的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 有如此多的不同威脅同時加劇 之前從未有過,但今天情況就是這樣 雷說,我們看到很多外國恐怖組織 不發分子呼籲對美國和我們的盟友發動襲擊 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是 好像3月份在俄羅斯音樂廳發生的ISIS-K襲擊 在我們本土也可能會發生 最近鐵頭在日本的事情可以說轟動了全網 甚至還有一位日本人對它發起了1,000萬日元的懸賞 不過最終鐵頭回國,這件事似乎結束了 不過6月16日,鐵頭通過小號和網友的轉發 發布了一個新的影片,因為鐵頭的所有帳號也都被封了 平時也只能靠小號和網友的轉發 才能夠繼續更新影片 這一次鐵頭來了北京新郎總部 打算對微博封自己號一時進行維權 原因是那個時候鐵頭遭到了微博的封號 封號的原因是,它帳號發布了時政有害信息 對於這個封號的原因,鐵頭自然是表示不服的 所以之前為了自己被封號一時 它還特意去了一趟成都 不過最終還是無功而返 而這一次,它開始走去新郎要求微博解封它的帳號 海外網友就感到很困惑 為什麼呢?連響靖國神社隨地大小便 也不能夠援取黨國同情同諒解嗎? 有些網友就說了,中共這幾年 是絕對不允許風頭替性的個人出來呼風喚雨、輕風作浪 無論是商界、影視界、還是網紅大貨、意見領袖 個個都要夾著條尾做人 很多以前風光無限、曝光率爆標的大名人 紛紛笑聲歷跡,而這個人還在高調作妖? 也有些認為,鐵頭這件事正好印證了我的觀點 不是不給做外國的生意,但你要執照上綱 要先接受培訓 什麼時候可以恨、什麼時候不可以恨 恨誰、不恨誰,都是有講究的 怎麼可以給你亂禮?現在是什麼時候? 中日韓監端開了三國首路峰會,還發表了聯合聲明 物跡還沒乾你走去日本搞這樣一出!想做什麼呢? 作為網紅,搞不清楚風向咩? 你沒注意到所有的外國大V、小V、馮仁基 近一個月都不討伐廢核水咯。你還拿這個為由? 去日本搞什麼藝術?太不懂事咯。 還有些人認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子之鐵頭,是黨之鐵拳 怎樣呢?起這個名就有挑戰黨國之言 不早處理,遲早撩錯地方就遲了,風之有理 也有人乾脆建議鐵頭去中南海放鳥為權 更有人說,網信辦風的他為什麼沒膽去網信辦呢? 看來他很明白,去信訪局會遇到什麼非常可怕的事 不過近日,以獨裁著稱的北韓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只不過網友將這件事稱之為最有骨氣的維權 據《韓國日報》報導,金正恩的阿爺金日成的紀念碑被撥盲 而且畫面中出現朝鮮民眾往紀念碑上放鳥 報導說,朝鮮出現反體制團體新朝鮮 訴求顛覆金正恩體制 錄製影片的標題為《從平壤放出來的影像》 還有字幕表示,這是為了結束朝鮮的世襲統治 我們將破壞遍佈全國,比墓碑更多的金家痕跡 這些痕跡是為了荒謬的領導神話而設立的 有分析指,新朝鮮的大掃除已經開始 由於簽證和移民帶來的負擔 和簽證和移民有關的談話總是很敏感 因此,宣佈一個人終於成功通過了所有合法程序 進入一個國家,理應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 但是,最近曝光的一個印度裔男子 獲得加拿大學習許可的案例 卻讓瑞德論壇陷入一片蛙言 指論壇頻道Canada Housing 2 分享了普拉提克的案例 據稱他是一名50歲的印度男子 使用訪問簽證進入加拿大 但是最終在加拿大教育諮詢公司的幫助下 獲得了學習許可 與此同時,據稱該公司還幫助他的妻子 獲得了配偶開放工作許可 瑞德上還發布了普拉提克介紹自己故事的影片 我叫普拉提克,我持訪問簽證來到這裡 GOAT幫我申請了學習許可,並獲得了批准 他們還幫我獲得了妻子的配偶開放式工作許可 雖然這段短片看上去只是一個宣傳短片 上面還印有的水印 但對於像普拉提克那樣年齡的人 都能獲得學習許可 而其他高質素人才卻面臨無法估量的拒絕 網民們還毫不留情地做出了激烈的回應 一些社交媒體用戶不僅對所報導的事件憤怒不宜 還敦促對加拿大移民部進行正式調查 最初分享帖子的管理員對增加稅收 以支付像普拉提克那樣的人的費用的想法感到憤怒 要我們繼續努力工作,繳立更多的稅款 支付更高的房租,住房成本 這樣我們就能支付像普拉提克那樣的人的費用 加拿大人該醒醒了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人指出了這個制度的虛偽之處 他剝奪了更年輕、更合格的人的工作機會和住房 一位用戶回應了另一個案例 並將普拉提克與一位據稱40歲 卻被拒絕給予永久居留PR身份的女醫生進行了比較 他們卻因為一名女醫生40歲而拒絕給予她PR 是的,一名醫生因年齡原因被拒絕給予PR 並被遣返回過 愚蠢的制度 我還以為非大學碩士之類的開放式配偶簽證會被撤銷 隨後,更多的回覆也加進來 醫生應該是優先考慮的對著 而不是這個不懂得說英文的男人 隨著更多不可思議的驚嘆聲響起 另一位用戶質疑這種情況的嚴重性 並敦促對這些所謂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途徑進行嚴厲打擊 一位用戶寫道,說真的,那怎可能呢? 你不能只是持旅遊簽證來這裡 然後轉換為更永久類型的簽證 我們需要打擊這些充滿剝削和欺詐的永久居民途徑 這樣對所有加拿大人來說都應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們的系統完全崩潰了 我們需要徹底改革它,制定明確的規則 不允許任何例外 唐話的另一種語氣就擔心 受人尊敬的印度裔加拿大人 被與這些所謂的學生運為一談 我為那些為我們國家努力工作的 受人尊敬的印度裔加拿大人感到難過 他們現在被與這些學生運為一談 一定很討厭這種情況 另一個人回答說 為什麼每次濫用我們的制度的唯一群體 都來自特定國家 我們自己就是南亞裔加拿大人 這樣令我們加拿大人很尷尬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請問一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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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多謝收聽